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 我整个梦见自己是发达 发大达 发大大达 扯慢扯慢 其实我问你这个梦是真的睡觉的发梦 那我最近没有什么发梦 因为多数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没有一点发梦是否真的睡得好呢 不如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是心理学家张传义博士 他会和我们讲一下睡眠与发梦 今天说发梦 发梦的前提一定要睡觉 大家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人生每天大概有三分一的时间都是睡觉的 睡觉其实有些技巧或者有些学问 请教一下张博士 睡觉好像是分不同阶段 睡觉其实睡眠有不同阶段 由浅到深 而中间亦有一些规律 譬如说浅层的睡眠 通常都是头的一两个阶段出现的事 而往往有一些浅层睡眠的梦 都会在头的一两个阶段出现 然后慢慢地我们的人 便会进入深层睡眠的一个状态 而在深层睡眠之后 有时我们的梦 又会慢慢地睡到深深地 然后慢慢地弹上来 通常是这样的一个循環 而这些循環大约是四个小时到一个 有时我们就说 为何睡八个小时 其实就是刚刚走两个圈 两个习惯 即是说最理想的睡眠 应该是完成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难怪有些富商说 我每天睡四个小时便完成了 那些便因人而异 但如果万一我不够一个循环 我中间睡一睡一睡 浅层去到深层的时候 砸醒了 那是否代表睡眠质素不好 通常就是你如果跌入深层睡眠的时候 因什么原因也好 其实找醒 你这个人会有些蒙蒙糊糊糊 想看一看我身处什么地方 好像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好像重新拌起相机 而且通常你都会觉得比较累 而往往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有些人说 你如果睡一觉的话 在讲一些力量 你最好睡十多二十分钟 千万不要多过四十五分钟 因为你多过四十五分钟 如果靠近一小时开始 你就开始跌入深层睡眠 你一睡就会睡四个小时 原来是这样的 我每次睡一觉都睡 起码都两三个小时 是的 所以你睡一觉很过瘾 但晚上就眼光亮睡不着 是的 所以通常我们说 真的睡一觉 我想充充充电的话 那个通常是半个小时 千万不要多过九个字 其实就是这些原因 睡两个小时 一定会比睡一个好 睡三个小时 一定会比两个好 这样又对不对 又不可以完全叠加 而且通常我们说 第一就是这些周围 四个小时 其实也有一些不同 你会看到初生婴儿 他们真的睡很多 是的 他们真的睡十多二十个小时 也可以 但是慢慢慢慢 你会看到 随着人的年龄慢慢成长 你会看到这些周围 是越来越短的 没错 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要睡十个小时 其实他可能要睡两个小时 每个五个小时 但是慢慢慢慢 成年人通常就睡八个小时 但是接着 你会看到有些路友记 他们又会再短一点 七个小时 六个小时 又可能已经够了 此其一 第二就是不一定 我睡两个框 又比一个框 差的也因人而矣 有些人我最羡慕的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读大学的一位 医科同学 他每天只需要睡三个半钟 这个很少 对 但是他很清醒 当我要睡十个小时 他又睡三个半 我觉得他很开心 是 我温书 他又温书 我睡觉 他又拿来玩 赚光 但是很多人说 睡眠和你的健康 或者你的形态也很重要 你睡得多 自然会更漂亮 皮肤更漂亮 以你的同学为例 他会睡得少一点 但是他容易老一点 我又不见他暗瘡零多 肌生底质 记性也相当好 如果他读医科 怎么读 所以这些东西 真的因人而矣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时间 这些就是正式我们说 赢在起跑线就是这些 是 睡得多不多 这就因人而矣 是 还有睡眠质素方面 经常说 睡眠质素 就是刚才张博士所说的 深层睡眠的时间 你如果可以完成一个循环 那你的睡眠质素为之好 一是时间 你完成了一个循环 二是 其实你睡前 你在什么精神状态 也很重要 譬如你说 我是很紧张的 或者是 那晚你其实是 回了很多电邮 你开了几个会 刚刚死完的计划 或者还在死 死到一半的时候 不过不行了 我要睡 根本其实我们的脑 还非常活跃 在那一刻 你是很难睡得好 反而就是 你睡觉之前 你有没有好好地 帮自己慢慢慢慢 去冷静 令你睡觉 那也是一个巧妙和技巧 这是否有些人所说的 一个叫做睡眠卫生 是的 睡眠卫生 不是说 我酒精搓手液 雙手很干净那些 而是你真的清理了 你把你所有的垃圾 其他的思绪 放下 我专注去睡觉 这个就是很惠真的睡眠 是的 往往也有些巧妙 我们说 你临睡前一两个小时开始 第一 不要去用那么多脑 就是看什么偵探小说 看着股市 那些东西 你就注定你那晚 容易睡不着 第二 就是灯光 就要慢慢慢慢调暗 你走路的步伐 做事的节奏 都慢慢慢慢看下来 我之前就有一个手机APP 它就是可以帮你量度 你那个深层睡眠 或者是你睡眠的质素 开着了一个APP 它就会播一些音乐给你听 就20分钟左右 它就保证你20分钟 听完它的音乐之后 就会睡得着的了 它就会在那张床上 就感觉你睡觉的时候 它动动 身体的动动大不大 而它断定你那个深层睡眠有多长 或者你的睡眠质素有多好 或者有多差 那这样去量度的床育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的动动 那又准不准确的呢 这个真的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睡得好的话 实际上你真的不会 那么多回来回去的次数 但其实除了靠APP之外 我们自己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量度 其中就是说 你觉得第二天睡醒 会不会好像是差足电 第二就是 往往你睡得好那天 你应该会不觉得 你昨晚发了很多梦 或者甚至你不记得 你昨晚甚至有发过梦 那这些往往都是指标 它告诉你 我昨晚应该睡得不错 嗯 这是其中一个指标 也有些人就说 他睡觉 虽然睡很多了 譬如我去完欧洲旅行 条件时差的时候 简直昏迷就睡了十六七个小时 都试过的 但睡醒之后 周身骨痛 还比还没睡觉 那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第一就是 其实我们一睡得过量 其实往往我们未必是深层睡眠多了 可能只不过你的浅层睡眠多了 浅层睡眠多了 浅层睡眠多了 其实我们的梦多了 有时人们说头脏脏脏 有一些研究就说 其实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的血管 其实可能比较舒张 变了其实是充血多了 那你变了你那时候醒了 你也会觉得累 头脏脏脏的情况 所以就往往睡觉 不是说睡得越多越好 就是睡睡眠质素看看好不好 还有大家都很关心 起码我和阿杨也很关心 究竟做梦多与少 你记不记得梦境 对于你的睡眠质素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稍后回来继续分开有条路 听音乐是有助入睡的 不过在音乐的选取上 也有些技巧 例如没有歌词的 还有最好就是选取一些 没什么主旋律的音乐 让你听到之后 其实你也不会跟着它 响出来 这类型缓慢节奏的音乐 就会比较好的一些选择 这类型缓慢节奏的音乐 也会比较好 这类型缓慢节奏的音乐 也会比较好 这类型缓慢节奏的音乐 第一是你刚刚睡着 没有睡觉 其实还未进入深层睡眠的情况 之后有一些就是 其实你进入深层睡眠之后 慢慢再上来的时候 那个阶段也会发梦 所以基本上有两大阶段 也会有 其实为什么会发梦 而且是否一定睡觉 就会发梦 只要我们那一晚 或者那一天 没有进食过任何特别的物质 在正常睡眠的节奏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梦 只不过就是在乎 你记不记得 或者你违不违意 你那晚发了梦 心理学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 就是梦境 其实很多时候是帮我们 重整我们那天 看到 看到的 种种不同的资讯 就是好像 我将我今天 看到的所有东西 重新放入我的确认 里面 让我记得 让我记性记得好些 记得牢固些 因此 其实我们会知道 如果我不让一个人睡觉 或者我不让一个人 做梦的话 即是他 一预备做梦 我就熬醒他 那其实 那个人的记性 是会变得差的 因为他真的 就捨不到他的脑子 去记得 其实今天 发生过什么事 那经常听到 有句话 就是叫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这句话 又对不对 是对的 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诗 那个诗 就不是纯粹 我的思想 都会继续 其实是我的情绪 当这两者 继续在一起的时候 到夜晚 我睡觉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变成一些 资讯 我们的大佬 都要尝试去处理它 那当然 你早上想的那件事 和最后你的梦境里面 它的呈现 就未必是完全 你想的那一套 往往可能更多的 那个呈现 是跟我们的情绪 的呈现 更加有一个深层的关系 但有些人就说 我不会做梦的 我日日都一觉 睡到大天亮 那他就说 只要没有做梦 其实是真的没有做过梦 还是说 做了梦 他忘记了呢 通常我们要恭喜 这类人 因为其实 她那个梦 可能是 她发完都不知道 因为她睡得很好 很甜 很深 很平静 所以其实 她不觉得 那当然了 有时我们也会见到 有一些人就是 原来她没有走去 想过 她那种的感觉 叫做梦 她以为 跟她日常见过的那些 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她就没有特别去留意 原来那种叫梦 所以她就告诉你 我没有做梦 亦有的 即是她的传统 没有分开这个梦 或者是现实 把这两个事都合在一起 对 她的资料库应该很大 其实说起梦 我猜大家有很多分享 我自己有一期 会经常发自己 怀孕大肚 很害怕的 很真实的 是肚大到自己 下楼梯也下不了 另外一个 我经常会发一些迟到的梦 尤其是以前要报新闻 一时钟的时候 我怎么爬都爬不到 直播室 死了死了 一定被老板骂了 我就在想 这些是否跟我的日常生活 或者刚才宇洋所说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越害怕她 我很怕怀孕 很怕大肚 或者我很怕迟到 就会在梦境上显示出来 往往都是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梦境 我们觉得最有价值 可能在心理上 就不是那个内容本身 而是那个内容 它带来的一些情绪 当然有时那些内容 都会说一些资讯 告诉我们 很可能 其实就是我们 深层的潜意识 或者无意识里面 的一些投射 一些反照 佛洛伊德常常就是说 梦就是一个可以看到 我们的无意识的黄金道路 有时我又会不断地重复 梦的环境 或者里面的内容 都是差不多的 每一次都是差不多类似 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做梦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又是梦见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然后就开始 这次有点不同 每一次都会有点不同 每一次都会有点不同 但是为什么又会 你说是日常生活的记录 那为什么我又每一次都会 发同一个环境 同一个人物的梦 有一些梦 是可能真的是记录 它需要记录 所以我们在做梦 有一些在心理学上 其实可能是反映 我们心理上 我们情绪上的一些投射 只不过那些东西 可能是我们未必完全能够 理解得到 完全能够掌握得到 所以其实它就发完 又发 提完 又提完 也有可能是那一期 你在经历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其实你未完全能够解决完 自自然而 就仍然有那个情绪留住 但可能 亦都告诉你 就是它不停有点点演化 是否就是亦都说 你那段时间里面 其实你思考的东西 你面对的东西 亦都会有一些演化 亦都不奇怪 有些人 发梦就是在脑子里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但有些人是会发开口梦的 尤其是哪些人都会 他就说 他在说话 但是是火星文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发开口梦 或者是 发到手没足道 打人 我都试过被人窩了一锤 那这些梦境的程度上 是否也比较厉害 人的睡眠有一个机制 我们的大脑会把我们的脑 连续着我们身体四肢的 一些自主的肌肉 切断这个联系 所以我们才能够 基本上睡得安安静静 否则发梦的时候 你手没足道 就会很恐怖 所以其实不论是发开口梦 还是手没足道 还是到处走 其实在医学上 有时我们都会定义为 是梦有的其中一种 只不过就是 如果不是常常发生的 可能那期压力大些 有些事情想 所以有一点 或者那期兴奋一点 所以产生的 一两次就算了 但如果重重复复 其实是一个问题 需要处理的 其实发梦和健康之间 有没有一些关系 例如说我发梦 发得多与少 或者发什么梦 会否反映健康的一些讯号 通常在心理学上 会是一个反映 我们的心理状态 的一些讯号 而往往也都有一些 心理治疗的门派 确实真的会尝试 在这些梦境内 所谓解梦 但解梦的意思 更加多 就是尝试透过梦境 去看有没有 一些深层次的 一些心理问题 在那里纏扰住一个人 尝试在那里 做一些否释去看 知道你们发梦的梦境内 看不见到自己 或者是 那个场景是如何 有时会是第一身 好像是主观镜 去发梦 有时就好像电影 我看到自己在里面 那会否和心理上 或者是精神上 有什么分别 在我们的临床经验里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一个主观 即是第一身的那些梦 通常可能更加多 是和自己的自身 可能更加贴切 有一些就是 好像看电影 那样的 那就更加遥远 那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也有可能 其实是一些 自我防卫机制的作用 就是原来太迷 你跳下去 其实可能你受不了 那不如也是 转转地先看 也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往往 其实在心理治疗里面 我说梦 他那段时间的一些事情 一些困扰他的事情 可能是往往要 放在一起来看 才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人真的 有什么问题 做梦法到要找你去辅导一下 或者真的要看医生 梦游 真的有时要看医生 或者见心理学家 反过来 有时往往是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里面 病人会无端端就开始说 我昨晚发了两个梦 我觉得跟我最近的事情 有些关系 通常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会鼓励病人 在床头 哪裏再寻一本宝 那即搜导 云和记录 所以发梦 可能这是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大家 就是 cher Lin 不要发太多白日 cic 尤其是在这个工作间 要不然呢 我们会不会反罚 这是关系? 今天谢谢章博士 我们下集的 ensionを展示 有条路见 再见 接下來幾集會和大家示範幾個夥伴訓練的動作 叫做夥伴訓練,顧名思義有多個拍檔和你一起做 大家就可以互相鼓勵,一起變身 這一集會和大家示範一個Plan and Clap的動作 這個動作主要是訓練我們的核心肌群 一開始我們可以做一個Plan的動作 我們雙手撐住地下 撐住地下的時候我們要留意 我們腰和腳要有水平的狀態 穩定後,我們可以開始做拍手的動作 這個動作比起平板支撐,我們的強度會提高一些 因為當你在拍手的時候,腹的參與度會更加強 這個動作我們每邊做15下,做3至4set就可以了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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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